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14号星期六 去年差不多10月10月份的时候我们报道过一次 就是说得到消息说潘石屹要跑路了 但是实际上不是跑路了 人家就是说把资产从中国撤离 然后到海外去投资 像李嘉诚那样子 这个来讲其实说难听了叫跑路 说正常来讲企业家选择在哪儿做生意 是人家的选择对不对 你中国好做我就在中国做 中国不好做我就去别的国家做 对吧 你这个也不能说人家跑路了 但是还是跑路了 最新消息 3月10号 就是说这个传 黑石集团正在与SOHO中国就私有化进行谈判 交易价值差不多是40亿美元 消息出来之后 SOHO中国大涨了37.58% 因为交易价格对它量是有利的 那么有关的交易细节 预计将在未来几周之内敲定 那么交易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潘石屹其实一直在大规模 出售中国的资产 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对吧 他14年卖了上海SOHO的海岸广场 SOHO静安广场 凌空SOHO近一万物业面积 当时卖了82.8亿 15年将上海外滩国际金融中心8-1地段50%的权益卖给复兴 还8个核心项目 总价值在500亿 这就是说人民币 这一次40亿美元 差不多200多亿人民币 把SOHO中国就卖掉了 这样子如果最后成功了之后 潘石屹基本上就是说把它在国内的资产基本清空了 当然它这么大还会零零碎碎的剩下一点 但零碎的剩下那些的就都不是什么大头了 就跟李嘉诚一样 李嘉诚现在国内也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资产 不过那些的就可以 对于他们这种身价来讲 就忽略不计了 大的几十亿上百亿的基本上就全都撤了 基本上潘石屹就有点像李嘉诚那样子 据我们所知 实际上在李嘉诚撤了之后 不是只有潘石屹撤 很多人都在撤 只不过那些人可能不像潘石屹 他们这么有名 王健林实际上也是这个部分 在减持中国的资产 在海外的去投资 后来被上面就敲打了 敲打了之后 损失惨重 王健林峰值的时候2000多亿 到现在可能还剩下800多亿 基本上不说三分之一也差不多了 对吧 3824 对吧 差不多就降到了原先三分之一的资产 潘石屹这一次彻底就撤了 潘石屹撤了之后 当然这么多钱 对吧 你看这个是80亿 80亿 30亿 500亿的 这么多钱 弄完了之后 以他们这种资本 就是说资本家来讲 对不对 他不可能拿着钱存在银行里吃利息 对吧 但是普通老百姓的思维方式 他拿着这些钱肯定的 就是说 他还 对 前生前他还得投资 那么从2019年的12月到2020年的1月的中旬 也就是说从去年12月到今年的1月中旬 等于两个月的时间里 潘石屹他一个月之内注册了7家公司 公司的股东均为注册在境外的公司 全部都搞成境外公司了 等于都变成外资企业了 注册资本 从150万的到2到2亿元 不等 他近些年 也是就是说国内的就是卖卖卖 拿了钱之后 在国外的就是买卖买 在国卖买了什么 什么纽约曼哈顿时报广场旁的港务局长途 巴士站办公大楼项目 投资的差不多5到7亿美元 斥资收购了6亿美元 收购曼哈顿公园大道广场49%的股权 通过家族信托以巴西财团 共同以14亿美元收购 美国通众汽车大厦40%的股权 他的儿子 潘瑞在英国成立欧房集团 投资多个大型地产项目 包括首个由华人主导的 英国学生供应品牌 叫UNINI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UIN 可能是 好吧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跟其实总体上来讲 跟李嘉诚很像 李嘉诚也是把国内的资产卖了之后 他玩命的在英国投资 李嘉诚比较看好英国 潘石屹还是就是说 英国 美国他都有投资 对吧 纽约曼哈顿这边有很多投资 然后在英国也有投资 然后看来他儿子主要在英国投资 然后他和他老婆可能负责 美国这边的投资 这个来讲怎么说 说实话 我觉得有的人就怪潘石屹 怪李嘉诚 觉得你们在中国 你们挣了这么多钱 然后你们现在撤了 我觉得真的不能怪人家 人家那时候在中国实际上 是在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 挣的钱是人家应得的 对吧 那当年咱们改革开放的时候 一穷二白 人家李嘉诚率先 李嘉诚可以说 真的是香港几个大富豪里边 就是说都是第一波 第一波进来 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 对吧 李嘉诚在中国这么多年 帮中国的经济发展多少 他涨到多少税收 对不对 给你中国做多么大的贡献 对吧 人家挣了这些钱 完全全是人家应得的 你难道中国都是这样的 老人恨不得来了之后 都是神仙 神仙姐姐 不施人间烟火 就是你是港商 你进来发展祖国 发展内力 你不应该挣钱 你只让人帮助我们挣钱 最后你最好你不挣钱 你再捐一点 你再亏点 你再走才好了 怎么可能 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 他大家都是人 对吧 都要施人间烟火的 就是说 只不过人家在这做生意 你看日本也是 什么丰田 本田 都在中国投资设厂 对吧 那么丰田本田有没有挣钱 有挣钱 你中国你合适不合适 你也合适 人家把很多的 这些技术转账给你了 还帮你建了很多 什么一期一期丰田 这些厂 都进在你中国了 对不对 你的工人也学到了很多 当年人家不进来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着汽车吗 对不对 你学了多少东西 你得到多少好处 然后你之后 你光看着别人挣钱了 对不对 就好像你开了一个饭店 你跟你兄弟两个人开饭店 然后比如说 你可能你钱少 对不对 你跟你兄弟说 你说你看你有钱 你多投点 对吧 然后你投钱 我出力 咱俩一起干 对不对 然后你兄弟 可能给你投了20万 开了个饭店 然后你在那干 然后你兄弟也不来 只有挣了钱 你们俩半撇 然后刚开始 你觉得还行 干了一年 你就不高兴了 你说你看 你从来都没有来过 对不对 都是我一个人在这折腾 挣了钱之后 你还分一半 这你凭什么 当初人家不给你钱 你干得起来 对不对 你这种思维方式 要为什么 中国兄弟企业最后 很多都祸体消强了 就都在这了 对吧 刚开始的怎么说都行 后来就越来越 都是就恨不得别人 光给你钱 然后最后你盖完了之后 最好你兄弟就说 算了那20万 我不要了 给你了 对不对 你就觉得你有兄弟 人还不错 是吧 你这种想法就不对 对不对 人家潘石屹 李嘉诚 当年帮着中国的经济发展 人家潘石屹 在这盖这么多房子 你当年你就是人口多 然后房屋少 你就是需要这些房地产商 帮你盖房子 你让人挣钱 也是互惠互利 对吧 所以我觉得在这帮潘石屹 说几句 而且现在来讲 跑的不是潘石屹一个人 尤其这一次疫情之后 就我们知道了 多少中国的这些 以前都是这些 就是说资产过一个亿的 这些巨富 对吧 这些富豪们 对吧 这些大富豪们出来 现在是什么 现在很多中产基金都出来了 很多中产基金 你把房子卖了 就移民就走了 不当然现在中国房地 房地产也便宜 对不对 说实话 对于中国房地产 目前真的是不看好 你看这些大的房地产 商都在卖房子跑 对吧 中产阶级多少 卖了房子移民的 然后中国又进入老龄化 再加上这次疫情 我觉得我真的不看好 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 当然我是长期不看好 短期我还是看好的 因为为什么 短期我比较看好 中国房地产市场 为什么 因为这次疫情之后 央行又是玩命的 往下放水灌水 对不对 这些水最后去哪 我告诉你 还是得进房地产市场 因为别的地方不能涨太夸张了 别的地方涨太夸张 你平常的这种物价涨太夸张了 老百姓受不了 所以最后这些水 还是抵尽房地产市场 所以房地产市场 短期之内 我相信还会有一轮爆发 所谓的这种爆发 实际上是一种虚胖 是央行他们 就是说为了救经济 把这次疫情 为了救经济 撒出来的那些水 那些水最后没办法 慢慢的最后 都流进房地产市场去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有房子 要移民的话 赶快卖来赶快撤 我的观点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好吗 谢谢大家